元旦刚过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松江校区的思源湖 开启新年的第一步 三天打捞1500斤鲜胡鱼 免费宴请全校学生 一大早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后勤处食堂工作人员 组成的捕鱼小分队 就在松江校区思源湖边集结完毕 只见他们身穿救生衣 防水服 划着小船驶向湖中央的围网 还不时用木棍敲打船头赶鱼 鱼网是头一天就撒下的 现在正好可以收网了 当长达1.2米重53斤的鱼网上岸时 引得围观师生一阵惊叹 食堂后厨也早已准备就绪 立即对运送到的鲜鱼进行加工处理 没过多久 食堂一楼便摆出了全鱼宴 剁椒鱼头 鱼头汤 红烧鱼 吸引不少同学前来尝鲜 即便是家住上海的同学 听闻消息也特意赶回学校来尝鲜 后面扶楼就像香港出现了 非常谢谢 从本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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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订阅 省度过来尝鱼